歡迎收看耀才財經台的特備節目 2013大事前瞻 來到星期四 新的嘉賓是來自耀才政血研究部副經理直耀輝先生 Stan你好 終於來到星期四 看看之前幾天的嘉賓 都略略已經說了他們的見解 Stan你又有什麼跟我們見解分享 事實上 因為基本上頭三天的內容太豐富了 如果再講外圍和港股一些情況 說實際上很多話都說了 都說了 但我都會講 但我會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 港股在上半年的走勢 和下半年的時間 究竟全球投資市場上有什麼變數存在著 始終每個分析員看法總會有些不同 事不宜遲 先和你談談 就是上半年 我們港股的走勢 其實你會怎樣去預期走勢是怎樣看的呢 事實上 基本上對於今年上半年的表現的話 不差 特別就是我想 之前那幾天的時間 大家看法都是比較正面 其實我也是的 而事實上 看你說港股方面 基本上也有些比較常識料的因素 其實都比較簡單 第一就是一些是內地方面 有些刺激經濟的政策 將會陸續續出台 事實上你看到都會見到 在這段時間 雖然就說是未叫正式換解 但問題你見到很多的政策 特別就是一些 例如近日離雞 一些有關新能源的政策 已經有一段勇頭推出來 始終今年的時間 基本上你可以說是十二五 一個中局之年 在這個時間裏面 照過往一些規劃的時間表 基本上 今年也都會 一些 譬如說之前的時間 做得不太好 一些行業的情況 都會加大力度 去做比較好些 所以這些因素 其實對於你說 內地方面 增長 以至到個別的行業 譬如出現產能過剩的行業 都能夠有些比較多的整合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再看的話 其實在內地方面 基本上很多的行業 在過去一段時間 有產能過剩的情況 是比較明顯的 但這段時間 特別是在十二五 其實很多的規劃 基本上他都說到 就是整合行業 令集中度提高 例如水利為例 基本上現時水利的行業 內地方面 一定是四千間多業 但如果具規模 具資格的話 基本上不夠二百間 即使像鋼鐵鋁為例 基本上你的行業集中度 頭十名裏面 都只不過有46%多 但問題是 在十二五 目標是六成 所以在之後的時間 譬如一些新能源 以及個別的行業 整合程度 相對會加快 聽你這樣說 其實上半年 看得相對比較樂觀 因為目標 都看成二萬四至二萬五千點 沒錯 基本上可以再看 另一個因素 關於內地方面 因為基本上 看內地企業的盈利水平 其實在上年情況 不是那麼理想 雖然之前有一個統計 預計很多企業 互心兩市 957間公司 對於2012年 業績的預告顯示 當中有534間企業 超過一半以上 其實是發了一個 預起 包括一些 盈利有增長 或者是略為增長 遲到增長 以及樓虧為營 一些公司 其實是佔大多數 當中你說是虧損 那些 佔大多數 但自己留意 其實上年出現很多公司 有一個盈利增長的情況 但很多情況 是因為靠補貼 你說是否真的那麼好 盈利 其實未必是 但問題到今年 大家剛剛都聽到 很多行業 都可以有些 譬如說拼透 整合 始終大家對今年的 內地經濟情況 比較樂觀 所以企業盈利方面 應該有些改善 年底之下 股值方面 也都是 內地股市方面 股值有機會是會調低 所以變相之下 這兩個因素 對於港股來計 可以說是一個 間接受惠的因素 因為始終 港股 以現時來計 以恆子成文股來計 其實大概有55.48% 就是來自中資的企業 所以變相之下 如果你說內地股市做好 內地股市 或內地經濟上 做得比較理想的話 對港股是重複的 而且你看到近期的勢頭 都知道 內地股回湧 不少之後 港股的勢頭 都可以保持著上升的動力 沒錯 你看到全球 在去年都不斷印銀紙加碼 一些量寬 來近上半年 或者下半年 你覺得今年 會不會繼續這樣 情況 事實上都可以說一定會是 還有你看到 譬如剛剛 我都看得到 基本上 美日兩國的央行 基本上都有一些叫做 印銀紙的舉動 即是量寬的舉動 都可以說 令到油脂充斥 還有你看到很多的 現在全球投資的市場的氣氛 基本上都開始有個 叫做氣債投股的現象出現了 譬如之前的時間 其實這個彭博 都向了大概是862位的投資者 還有一個調查 其實當時都顯示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都認為 其實在現時來計 基本上那個 即是未來來計 覺得投資股票 那個叫做 那個直播空間 直播率 是相對比較高的 所以我相信你說 在這個現場之下 你都可以令到 恆之在上半年的時間 應該有機會 可能挑戰24000 甚至乎25000左右 這個位置 上半年你就看得比較樂觀 那下半年的情況 又怎樣看 是否始終距離現在 都有成六七個月 是否很難估計 事實上我比較有趣 你看得到 我是分開上下半年來看 因為上半年 反而比較容易看 因為可以這麼說 因為有些叫做QE的因素 中國經濟都仍然比較樂觀 所以這些因素是容易看的 但變數比較大 反而就真的在外圍方面 特別是歐洲和日本的問題 我覺得比較嚴重 其實美國也是 但美國這個因素 反而就叫做比較短線 甚至乎 其實你說去那個經濟的地方 反而著重於兩黨的爭鬧 其實你看看現時的局勢 基本上兩黨的爭鬧 你可以說在下一輪的戰場 就是在債務上限的情況 但我自己預計 其實你看看之後的情況 基本上都是 我想不單止這件事 在之後很多的 叫做政策層面上 當然有很多的爭鬧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對他們的經濟情況 是有些影響 美國就說完了 就是兩黨之爭為主 歐洲方面 歐債危機 令到近年的股市 都變得非常之差 接下來的情況又如何 歐債反而有趣 其實回想上年的情況 歐洲方面就很亂 譬如之前希臘的事件 大家當時又怕會不會脫歐 之後譬如西班牙 法國政權又更替了 但又從來擔心 甚至乎當時也有些說到 歐元區會不會解體 最後都可以這樣說 最後都安全度過 安然度過2012年 到2013年的時間 基本上 我想對於歐元區 解體這個可能性 大家都仍然是消除 因為當地的情況 仍然是比較大隱憂 等等 不過這樣說回來 其實很有趣 歐洲方面 曾經在過運的時間 歐洲危機 其實這個是比較大型 但以前 其實在瑞典 大概是1992年的時間 都曾經出現過類似這些危機 當時也是因為 本身可以說 瑞典是一個比較上 一個叫做福利國家 其實當時的情況 亦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債務上的危機 最後導致國家本身 一些主權債危機之下 令到銀行的體力癱瘓了 甚至乎當時的失業率 是一成二 但之後國家方面 就做一些財政緊縮的政策 最後亦都是無事 其實現在現時的情況 譬如像希臘 愛爾蘭 葡萄牙 意大利這些國家身上 都是同樣發生同樣的事 但只不過 規模比較大 我自己覺得 現在現時的局勢 其實比較微妙 當然你說現在看現時的情況 你說在歐元區本身 很多的政策都做了 譬如像去年 歐盟有財政契約 另外大家也在衝敬 今年的時間 可能有銀行聯盟 這些政策其實是好事 對於整個歐元區 其實是強化了 因為大家之前覺得 你有很多的銀行 之前的問題 就是銀行沒有什麼監管 還有是說 那個債務是大家 鬥亂花錢 因為有這些規限 其實是好事 這個你可以說是比較正面一點 特別就是說 其實你看看歐洲的情況 如果假設真的這樣做的話 其實會比較穩定 但問題就是大家都知道 世事有沒有那麼完美 在這麼多利好因素的背後 其實仍然都面對著比較多的問題 譬如很簡單 你看看西班牙 其實今個月 它要還大約210億歐元的債務到期 所以變成短期裏面 它都開始要再度融資 另外你看今晚 那些央行也會意識 但如果有息就不會變 但言論比較關鍵 究竟之後會不會放水 所以會不會減息 但這些因素 其實短期裏面 我覺得對市場來說 是會接受的 至少在短期裏面 大家仍然會有機會 歐洲那邊 經濟那邊 可能看看情況是怎樣 但到下半年 大家可能會不會有耐性 假設你說見到很多地方 仍然經濟那麼差 而且如果見到就業 情況都是不理想的 特別是現在的情況 其實雖然經濟上 好像叫做好很多 叫做回穩 但問題很多地方 就業的情況都是不樂觀的 所以變相之下 但是你說能否這麼容易 解決這個問題 有難度 始終要緊縮開支 還是撤擊經濟 真的很兩難 但見到你也提及日本 大家都知道 安倍晉三 正在新一任的 就是日本首相 近期的活動都很頻繁 有些安倍晉三的言論 好像在挑釁中國和鄰國的關係 事實上日本的債務問題 基本上都不是現在發生的 你看看日本本身的國家 比較有趣 其實在全球的三大經歷體當中 例如美國、日本和中國 如果你看看美國和日本 基本上他們的負債 都是天文數字 基本上是大到不得了 而日本的負債 上年底的時間 負債是945萬億日元 基本上你見的數字 都是天文數字 因而當中 它的負債 亦已達到GDP的兩倍 其實你在全球理解 它的負債 真的是最高 高得很教官 但問題是 為何大家會覺得 是相互無事 即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最主要本身就是 其實日本 自從在舖母經濟 80年代爆破之後 基本上經濟沒有意識過 都是一層 可以說有個失落的20年 但問題是 之後的時間 你看到本身的債務 大部份 有八至九成以上 都是本國的投資者持有 譬如說 日本的一些央行 或者一些金融公司 一些市民所擁有 所以問題其實不大 只要你說 在之後的時間 他們不斷繼續買自己的債券 沒問題 而且本身 日本第二次就是 其實他們的公司本身 存款是很多的 如果你看回現時來 基本上 日本的公司企業 他們的團出現金 超過28,000億美金 所以你看到 局勢 其實現在是穩的 問題出次 就是 我都知道 日本的國家其實開始奴化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當中 他們最大的退休基金 那時持有著 現在7.6%的國債 如果老快出現了 這個問題 就是本身 你的人開始越來越老 你要資金去周轉 第一 變相就是 你只要賣光的動力 其實會減退 反而第一次轉 就是你不斷 可能拿些錢出來用 變成你賣掉意欲 其實是低了 其次就是 其實你本身 那個國家的公司 雖然剛剛說到 有2萬28,000億美金 的一個現金 但是問題 當你公司的競爭力 越來越削減 你自然 買的現金都會不斷減少 甚至乎現在的情況 就是很多的公司 很多日本的公司 可能是有多可愛的業務 但是賺多的錢 都不會用這次 買回國債 當然你也可以解釋 因為本身 日本在過去一段的時間 它是一個 通訊國家 你看回去年11月的時間 基本上 通脹是-0.1 即是在通縮 所以即使債 它本身的國債的額色 都很低 十年債都可能說 一厘不夠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比較的話 即使是一厘左右 都有吸引力 對於國家的國民來計 但好了 現在這個問題 就出自於 壓安佩晉三 現在就說 要將通脹 由之前的1% 目標 到2% 背後會做的事情 就是印鈴指 這件事其實對於國家來計 其實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它又跟美國不同 因為本身兩個國家 本身的經濟體系 經濟模式很不同 所以這樣做的話 出來的後果 可以很嚴重 假設 譬如假設 通脹 當然你說現在這一刻 通脹到2% 沒什麼可能 剛剛說到 通脹只不過是-0.1% 問題是通脹到2% 通脹到10% 到2% 大家亦都希望 到時 預計的債息 都不會低過這個數 所以到時 出現了一個大陸 很大的問題 這是對於日本來的 一個是重大的危機 但問題是短期裏面 似乎會改變這個格局 未必會 但在未來一段時間 相信大家都會比較上 設留意這件事大發展 正如你所說 變數真的很大 因為到現在都不知道 究竟是 鵬佩晉三個實際 有什麼行動 好 我們講完 就是大環境 恆子港股 在上半年 和今年下半年 那個情況 我們不如集中一點 先講一下 你有什麼 在2013年 首先會看好的板塊 事實上 其實這個板塊之前 都講過了 在各別的分項上 都講過了 其實都是2% 當然 在這段時間 你可以說 剛剛這段時間 有些震盪 在股價方面 但這個板塊 其實是長線 我們看好的 就不是看短線 當然你說 在這段時間 其實在上年到 比股份 炒風是很厲害的 但我重新說 其實是長線看好這個板塊 但短線 或者是一些 股價 你可以說這段時間 有些炒作 股價有沒有機會再調整 其實是不排除的 大家長線看 這個板塊 應該是有一個 好的前景 好 不如先集中一些講解 因為其實 可能大家看到 葉岩氣這個字 比較多的是 因為股價近期有異動 但什麼是葉岩氣 事實上 其實葉岩氣這件事 真的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因為其實你看回 叫做葉岩氣的歷史 基本上 1821年 美國已經有人曾經 成功 開了第一口井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 類似這個概念 明白 但這件事本身 是存在有機質泥葉岩裏 一些叫做游離狀態的氣體 基本上 只要通過一些水力壓裂法 水力壓裂法 就會開出來 但這種 跟霉塵器那些 是一種非常虧的天然氣 跟傳統的天然氣是不同的 這個成份 都以甲苑為主 即是一種清潔 以及高效能源的資源 而且根據美國 其實能源過去之前 也在過去一段時間 都經常出一些有關 葉岩氣的報告 其實他指出 全球裏面 其實是142個盆地 至少有688處的葉岩 其實現在目前來計 只不過開桌的地方不多 只有12處左右 大部份是北美地區 另外也可以這麼說 其實這件事 為何在近年 會這麼受到別人的注視 因為本身葉岩氣 其實當初 有這件事的時間 大家是不要太為意的 甚至乎在2000年的時間 葉岩氣只不過佔據 在美國的能源裏面 即佔據1%左右 其實是好微不足道 很小的 但問題到了2011年的時間 基本上佔據 基本上三成這麼多 11年間 其實是很誇張的 而且本身這件事 其實你說在過去一段時間 或者說近年 開始多國家 都開始叫做 開始開賽 例如加拿大 甚至歐洲方面 英國 波蘭都開始開賽 所以變相之下 多人認識了 全球 有沒有說哪一個地方是最多呢 如果你說北美洲 現在是開發得最多的話 是否代表那裡的全量最多呢 事實上 就不是 因為始終你看回現在 淘櫃上面的話 是一個說的是全球 暫時 以探明 一個葉岩氣 本身 比較多的地方 一個統計 大家會見到 本身在北美地區 例如美國方面 基本上大概是24.4萬億 立方米 其實量都不是小 都很大 例如墨西哥方面 都是多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把焦點 放回亞洲地區方面 中國好像是最多的 沒錯 有三十六億一千萬立方米 三十六萬一千億立方米 其實這個數字 是一個美國統計署 即是統計出來的 但中國本身自己都做過一些統計 其實這個數字是比較少 大概是25萬億立方米左右 但這個數字 都可以這樣說 如果是下降這個數字 可能大家不知道多少 但問題是 如果你有統計過 假設把這個量開出來的話 足夠是中國用一百年 即是說少一點的統計 都可以用一百年那麼久 沒錯 含量真的很多 但中國現在 其實你說很多地方 開採到葉岩氣 我相信不是 但現在接下來 有什麼目標 或者有什麼規劃 講到葉岩氣方面的開採 基本上 你看回之前的時間 葉岩氣本身 可能大家都不太認識 特別是在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反而會想 記得是一個煤塵器 因為煤塵器 在11.5萬裡面 其實都是比較著重的範疇 其實12.5萬都有 不過比較上大家 集中在葉岩氣身上 因為大家看到那個趨勢上 之後葉岩氣 更加有潛力 所以在12.5萬裡面 大家看數字比較清楚 其實在12.5萬裡面 有比較多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遠景 看得到的 特別是說 在儲探量方面 其實基本上 希望可以探量大約是 2千億立方米左右 但不要留意 其實在政策層面上看的話 到2015年 即是12.5萬元的時間 其實那個叫做 開採的產量 只不過是65萬億 65億立方米 這個量其實是很小的 小到什麼程度呢 美國現在是一個叫做先驅角 美國2011年的時間 其實它的開採量 是1千7百二十億立方米 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說在這段時間 即是12.5萬這段時間 基本上葉岩氣 可能只不過是一個叫做 試開採的階段 到真的相用 其實是增一段頗長的距離 但這件事是說真的 你說在趨勢那邊看的話 雖然說現在的量是很小 但目標其實是比較遠大 即是中國方面 其實它預計到 希望到2020年的時間 其實這個量 可以去到1千億立方米 即是10倍以上 基本上是 因為其實葉岩氣 一些開採方法 基本上你掌握到的話 你開採其實真的不是難的 但問題是你說 怎樣能夠掌握那種技術 這個才是關鍵 但我想問一下你 不是難 但為什麼中國到現在 還是開採量那麼少 這一點都是要解釋的 因為你看看 為什麼這一陣子 很多公司的股價 即是葉岩氣概念股 統稱來說 為什麼會這樣刷得那麼厲害 最主要就是大家的技術 開始成熟 而且可以看到那種技術 是有些成就的 但問題是 看中國方面 基本上你要開採葉岩氣的話 其實工作很複雜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例如說到水力壓裂法 其實你想想 剛剛說到第一口井 第一口真的開始叫做 試開採出來 即是類似成功 是一百二一年的試 但到水力壓裂法 這一點 都是近這二三十年左右的產物 所以你看到 其實在這段時間 即是不斷 成本下跡方面 是比較好些 但中國的開採 真的要配合天時 地利人和 因為最主要本身就是 其實看回地質層方面 中國和美國是很不同 中國本身那些葉岩氣的 那個是霉塵 那些葉岩本身是比較深的 而美國比較淺 另外其實在開採方面 其實會涉入大量的水污染 這是比較嚴重的 還有就是說 其實在個別的地區 即是譬如海外的市場 有很多經驗 反應都可以說是有些分量 其實譬如像波蘭為例 波蘭之前 其實是葉岩氣 是一個比較上的 比較多的國家 但一直來 它不敢 它禁止開採 為什麼這樣說 它很擔心 如果開採的話 有機會 影響就是水的污染 就是地下水的污染 因為其實葉岩氣開採的時間 除了你說 可能要注射水進去的時間 如果注射一些 就是化學物進去的 但問題是 如果這些化學物清理得不好的話 會積在地下的表面 即是表底層裏面的話 有機會污染地下水 而這件事 其實不單止扔水那麼簡單 特別是 開採的時間 如果要處理得不好的話 有機會氣體 即是甲圓 會沉在水裏面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其實英國的例子出現過 就是 有一個地方 近熱岩氣的 有一個住宅區 其實當時 有些人在開採的時間 發現水有些味道 他又不知道什麼味道 後來就點火 那就是著的 水可以著火 沒錯 所以變成熱岩氣的技術 即是由開採 以至到 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其實是很複雜的 但問題是 我想對於中國來說 水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沒錯 尤其是你見到內陸的 西北部的地方 其實大家都很靠地下水 去做灌溉和飲用 而且你說內地其實 缺水的情況都很嚴重 否則都不會有什麼 藍不水釣這些情況出現 基本上都是 所以變成之下 其實水資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像言光話上面都說了 其實你說在中國方面 有兩個比較大的葉岩地區 一個是塔里木盆地 一個是四川 但是比較慘的地方就是 塔里木盆地 雖然很多葉岩氣 因為穩藏量很多 但是沒有水 一定要用水才能看法倒葉岩 基本上是 而且用大量的水 就不是說 開彩 譬如說 石油相比的話 力壓之大 另外就是到四川省 四川省本身 它本身那個葉岩層 它的質地是很薄的 所以開彩又有難度 而且本身就是 因為這個地區 人煙比較沉默 所以開彩的話 其實很大問題 還有再插開一點點說 其實你說在一些科學的 一些 當然科學未被證實到 就是在各地區 基本上當你是有些 比如說 不需要你壓力的時間 其實有機會 產生輕微的地震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說開彩熱岩氣 其實是很大的 有很多的後顧之憂 但我覺得 撇除技術層面來說 是 由你講到 剛剛這個十二五 去到2015年 是65億平方 立方米的一個產量 但你講到去國多五年 即2020年 你講到產量 可能是達到 600至1000立方 600億到1000億立方米 其實是投入資金 其實內地有沒有這麼多資金 去提到這個板塊 其實錢真的沒有什麼 可謂的 錢內地比較多 但問題是 其實那個成本效益 比較問題 問題比較大 因為你說很簡單 你說現在 美國開口這些井 其實那個成本很低 大概是 五、六百萬左右 最便宜可以到這個數 但現在中國開口這些井 可能要過億 即是 你想想成本 是比較薄 而且 始終你和美國 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 人家的癌層比較薄 所以技術上 其實要掌握得很好 才可以處理得到 但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你說看近年來計 或者說近日 因為很多的公司 其實都開始 加強回到這方面的變化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這個技術上 其實應該已經有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的弱性 但問題是你說 能不能夠說 這麼成功地 可以做到大規模的開採 這是一個問題 是的 技術這個層面 我覺得是 唯一一個暫時來說 落後的地方 其實你見到近期 你一開始都說 股價其實都比較反覆 繼早前 每天都炒升之後 最近都有顯著的回吐 但其實大家都可能 不是那麼清楚 每間公司的實質的業務 是做些什麼 Stanley不如我們講解一下 基本上看完就清楚了 因為基本上 其實你葉岩器本身要開採 我想在遊戲方面 要開採的話 涉及很多範疇 包括你怎樣能夠 將它開採上來 一些機械 例如泵油 泵氣上來 一些發動機 一些油管 一些轉孔 其實全部都是關係的 雖然我上面的話 大家會見到 本身這幾隻 都可以說 大家如果看開這個版塊 都不會覺得陌生 基本上這幾隻的股價 安東油田 雲華 其實上年可以說 其中是股王之一 沒錯 升了三倍以上 但當然都這樣說 你說升三倍 我覺得比較多 現在這一刻來計 仍然只不過 可能停留在一些 叫做概念當中 但前景方面 其實我是不會質疑的 真的是好的 另外 在年金幕上面 另外兩隻 就是一些比較下游 你可以說做一些 叫做油管 特別是專攻鋼管 其實之前都有推介過 這些反而你說 在之後的發展上面 它比較穩定 還有就是說 因為在內地的十二五 跟天然氣方面的規劃 其實在未來來計 天然氣佔比全中國能源的比重 會由現在大約3.4% 去到7% 另外油管的長度 會由現在的75,000公里 去到15萬公里 所以變相之 其實這一類股份 相對來說 在熱環氣概念之餘 都有些實質的支持 看到你分了上油和下油 如果看好葉岩這個版法 其實選擇哪一類型的股份 會好些 其實基本上兩個都受惠到 但問題是說 如果你在講技術層面上 我自己會覺得 就似乎買下油會好些 明白 珠江鋼管這些相對比較品嘗些 但是 如果你是以炒的角度 的話 雲華和3337 其實反而 你可以說那個波幅比較大些 就是安東油田 我知道你早前都是珠江鋼管 是你們每週一股的時候都會推介過 沒錯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這個板塊 接下來 除了葉岩氣這個板塊之外 Stanley 有沒有說哪一個板塊 你都可以看好些 其實剛剛提到葉岩氣 一件事就是中國缺水 所以你看這個板塊 就是另一個板塊看好的話 其實就是水資源的板塊 因為其實很有趣 基本上水資源在內地方面 有污染的事故 平均一年有1,700單 基本上你可以說每一日時間 那不同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關於水污染的問題 是通報的 而且本身根據現在的資料顯示 其實中國有七大系的水系 即七大水系 譬如像珠江、珠江流域 草江流域這一類 其實有七大水系裡面 有一半以上 基本上那些河段的水質 已經受到污染了 另外譬如以我們全中國 三十五個重點的湖泡裡面 基本上有十七個都是被嚴重污染 另外有九成以上的城市 也都是水污染比較嚴重 其實你看到鹽宮 上面都看得到 這些數字挺有趣的 你都挺得人害怕的 即你想想 比較得人害怕 其實是 你想想中國叫做比較大國 或者是過去一段時間 基本上你可以說是很重視工業 或者是重視工業化 但是代價就是 另外很多的水資源 基本上是受到很大的威脅 以及大家其實看近日的時間 你不要說太遠 你看近這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譬如說在寒丹那邊 有些水污染的事故 甚至乎人要排隊去買水 即是這樣的事故 是經常發生的 其實北京方面也是這樣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說這個版法 這個水資源的版法 其實我覺得是將來的時間 應該是大家可以在這裏 而且你看現在的圖也看到 你看到紅色的地方 代表污染的程度 越深色代表越嚴重 好像都集中在我們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 即是在華東一帶 其實正正就是這個問題 你想一下 其實中國的發展 在過去一段時間 是沿海發展先的 但伴隨著 水污染的問題是相當之嚴重 例如今天上面 你見到 越深色的地方 就是越污染嚴重的地方 是的 你見到其實在沿海 譬如上海 諸三角這邊 沒錯 問題是很大的 我覺得 看完這個 我都覺得很恐怖 還有我想跟你說一下 就是水資源 剛才你說的就是污染的問題 其實內地缺水的情況 都很嚴重 尤其是西北部的地方 有時說是 可能北京方面 都可能有不夠水的情況 內地其實現在的情況 是怎樣 有什麼措施改善 基本上 你說有改善 例如剛剛你都說到 好像有些是藍水不調 這些措施正在做 但如果看回你說 在內地缺水的情況 其實都是真的比較嚴重 這一個就是 在我國近海海洋 綜合調查和評價的資料裡面 這份應該是去年年尾公佈出來的 這份數據 其實是11個沿海的省份 或者所核的52個沿海城市裡面 基本上九成以上 都有一個不同程度的缺水問題 大家清楚 其他極度缺水的地方 18個 大家可以再去看看 但問題都可以顯示 其實內地缺水的問題 一個就是污染問題 一個缺水問題 基本上是比較難解決的 如果你看回下一幅圖 你也看到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問一下你其實圖應該怎樣看 很簡單 基本上越淺色的那些就越多水 越深色的那些就越缺水 所以現象很有趣 你看到中國其實中間都是劏開了 下面其實水資源相對比較豐富 但是上面的話 其實真的好像是很缺水 而且不要忘記 其實近年來的 因為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污染 也有沙漠化這些因素 所以變相之後 其實北方面對缺水問題相對比較嚴重 沒錯 剛剛提到 但是有什麼政策 其實扶持這個水利的行業 基本上你看回內地方面 都講遠一點 其實一號文件 即近九至十年 都是關於農田水利的 所以你都見得到 其實在水的問題上 我們一向都是比較關注的 但是很可惜 你在這麼多年裡面 似乎改善的程度 真的不是那麼多 再看回近幾年開始 其實在水利的十二五規劃裡面 其實有四個任務 不過最主要集中在農田水利為主 就是在農田耕作上面 以及在水資源上面 有些比較多的調配 或者有些措施 另外有一個循環經濟發展規劃 這個有趣 這個就是說 他希望將一些水 就是可能循環再用 以及在污水處理這一方面 另外就是 都比較多人聽的 美麗中國 還有這個就是 生態文明建設 為什麼突然間這麼多人會認識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在十八大的時間 其實中央 應該是總書的習慎平 是十五次講過這件事 不斷強就是這件事 美麗中國 美麗中國 還有生態文明 這些是什麼呢 簡單的概念就是 就是多一些叫綠色 綠化 還有就是 怎樣可以令到水資源的運用 更加之好 還有這個比較大的範疇 但也可以看到的 政策上的話 其實在水資源上 國家都會在未來的時間 應該是會幾倍入到的 但我覺得近期來說 我聽到最多的不是美麗中國 是城鎮化 你見到近期來說 城鎮化 即是去年尾 看到今年 城鎮化 其實對水利來說 是否都有些實質的幫助呢 其實衣食住行每一個環節 跟水都有關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講成鎮化 對水資源來的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就是這樣說回 你要做城鎮化的話 水是不可以缺少的 至少你說那個地方 你沒有水的話 基本上你人 即是人的生計 以及工業 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如果是城鎮化的概念的話 對水資源 這些水利的板化 都相對比較有利 還有現在看回 全中國來計的話 基本上 全中國有420多座的城市裡面 公水不足夠 你見到的情況 其實都真的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變成你說 都可以圍繞之前所說的 其實水資源 或者是一些水污染的問題 在內地方面 其實真的比較嚴重 剛剛就講到一號文件 以及十二五規劃 都有提到農業水利 隨此之外 有什麼國務院 或者其他地方 發覺會更加明確地去支持水利建設的呢 其實這個可能最重要 因為 你看看你說現在 國務院 剛剛都頒發了一個文件 就是說 殺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 巧合辦法 這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什麼來的呢 簡單來說就是問責 就是說 如果這些地方做得不好的話 基本上 就要問責 對於各地的地方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你想想 有什麼升職 有什麼升官發財都會看 基本上是 所以變相之下 這一點 基本上 之後可能都不排除 很多地方都會很著力地去做一些關於水利的工程 我想有些實際一點的掌伐制度的話 可能對推動性更加大 沒錯 剛剛講到水利 水利這個環保 其實有什麼相關的股票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呢 其實香港嚴格上 你是上市的 水利的公司都有一些東西 譬如有供水的270 不過就不在我今天的推介資料 反而是供水 供水供送通財水 我覺得似乎就真的 好像 我不是說它不好的 但你說比較 比較好一點的話 都是這三隻 第一隻就是肝大 肝大 肝大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因為之前Rafi也推介過 而且本身在內地方面 它在一些水務方面 都做得相對比較出色 而且它本身有一個垃圾發電的項目 這些你說回到之後的時間 環保水利這些 我覺得是比較當差的辦法 這個都值得大家留意 其次就是北控水母 北控水母本身 其實雖然它叫北控水母 但很有趣的 看回它的業務本身 它的水廠 那些污水處理廠 都是全國性的 所以這個都可以說是直接受惠 第三就是聯數 聯數就真的是城鎮化 你說要那些管道 鋪橋搭路 那些水利的規劃 那些管道一定是要靠它 所以這三隻 反而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都要重申一下 就是說其實這個辦法 如果你再拉遠一點看的話 其實是一些 好像公用概念為主 尤其是頭兩隻 跟公用的概念差不多 因為這些板塊 這些項目 投資期可能很長 回報也是很慢 所以在變相之下 其實你說如果大市 可能你說現在就調查一些 比較概念性 新能源方面的板塊 比較容易調查一些 但這些板塊會比較落後 但如果你是長線來看的話 或者說一年來看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有一個穩定 兼不錯的表現 所以你建議大家的投資 那個時期是長線一些 還有一個長線的部署 沒錯 好 接下來 剛剛說了兩個看好的板塊 分別就是葉板塊 和環保水利的板塊 我知道你的板塊 都是看淡的 由一二年開始已經看淡 看到一三年 嚴格上一一年尾都開始看淡 基本上都打都市 都是航運家做船業 為什麼看淡呢 當然你說今天 剛剛出口數據就不錯 所以炒上來 但我重新 你說這個板塊 因為周期性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周期性的板塊 如果你是周期回來的話 譬如說經濟貿易好 會不會不差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回運力個性的問題 始終大家要關注 其實你看回一些 國際性的一些研究機構 其實在近十二月左右的時間 做了很多的調查 和很多的統計 其實都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在整個行業裡面 運力個性的情況 其實是未改善過 甚至乎 在今年來計 就是集裝商的貨運力 基本上 是會去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因為很多的船 基本上 譬如在營那邊 在第三個點 就是Alpha Linear 這個公司 一個研究機構 都是預計 一三年 即今年的時間 全球集裝商的個性運力 基本上 會有120萬個標準商 所以你見到情況 基本上 可以說真的比較嚴峻 但是 始終你看回現時來計 如果你看回一些數據上顯示 雖然大家預計 在今年裡面 全球的需求量 集裝商的需求量 其實有升幅 好像印象中 是6-7%左右 但是集裝商的增加量 基本上遠大於這個數 所以變相之 其實今年來計 集裝商 這個行業 上年來計 其實運力個性的情況 反而集中在乾散貨身上 集裝商 反而不是太過顯著 但是今年的情況 似乎兩者 都仍然面對著運力過剩的情況 好 三份文獻 和研究機構 都在說運力過剩 和航運業的前景都不太好 沒錯 另外也想和你再談談 BDI指數的情況又如何 見到今年的指數 都好像比較波動性 現時BDI指數 大概是7-8%左右 大概是8-8%以下的位置 基本上 你可以說 由W來計算 即這一轉由W來計算 彈回D指數 這個圖是一年圖 你看回 年初的時間 即是一年前的時間 指數曾經去過 正在這段時間 去到達到1200-1300 這水平的位置 但是 得到很快 而且去年來計算 嚴格上 BDI指數 是跌倒比較大的指數 應該跌了成大概 好像有四乘幾 即是跌倒比較大 好了 這個圖是一年圖 但如果拉遠一點 看的話 挺可怕的 這個是五年圖 BDI指數呢 是呀 很震驚 由一萬點流上 現在去到幾百點 一萬點流上 那段時間 正正是金融海嘯爆破之前 那段時間 其實航運業是很好的 但也要解釋 當時已經是很好景 所以很多公司 基本上在那時 就增大運力 所以 之後的時間 譬如很多的 什麼新船庫運 在之後幾年 漏漏漏發生 這就變相 令到運力更加之過性 所以 其實很有趣 你看這個板塊 雖然你曾經一個 一萬多點的時間 就代表航業是很好 還有運費可以很高 但問題是 你見到今天 都講到的了 其實那個 BREAK EVEN POINT 基本上是2000至3000點 有些人說是2000 有些人說是2000 有些人可能是3000 中間數是2500 但問題是現在這一刻 似乎他們這個位置 都有頗長的距離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說真的 你說航運業 為何仍然看淡呢 都是這個因素 航運業 就是看回波羅的海的指數 造船業的情況 應該都不是很好 如果航運業 都這麼差的話 都沒有人造新船 是嗎 基本上沒有的 而且這個板塊本身 都可以說 跟航運業 從不還此航 基本上 和看上去的情況 都知道了 一、二年的時間 基本上都沒有人造新船 所以變相之下 你會見到 譬如說熔成重工這些 都是股價 發營景 是發營景 和業績都遇到 不會好 到一、三年的情況 其實這個格局 暫時沒有變過 還有很多的 中小型的船廠 基本上 已經熬不住了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說真的 你說這兩個板塊 我自己看法 都仍然是比較悲觀 去到2013年的情況 仍然持續到 持續比較差 但是有什麼股份 我剛剛提到 就是熔成重工 和其餘幾隻的航運股 是否都變相差 其實我雖然說是差 但是始終這個板塊 你可以說周期盛 剛剛講過 而且始終就是 你說如果市場上升的話 它們比較波動性 比較大的股份 其實都會升 但是只不過 我覺得是會跑輸大市 就是這個星目上 可能沒有其他股份那麼厲害 但是熔成 坦白說 我是看淡的 所以我覺得 即使韓運股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但是你覺得熔成本身 我看法都仍然是比較悲觀 謝謝Stanley 今天這麼詳盡 跟我們講解了 2013年港股的走勢 和兩個看好的板法 葉岩氣和環保水利 和體淡的板法 就是航運和造船業 謝謝Stanley 節目時間差不多 麻煩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我們今天的2013大事前瞻的節目 到此為止 再見